監視器一拍下 一群人拿著籃球 輪流上演灌籃高手 但過了一整夜 緊貼球框的籃網越來越垂 才發現他們根本是在搞破壞 玩歸玩也玩得太過分了 對不對 因為這邊很多人在打籃球 你一拉壞的話 就少一個地方可以玩了 非常不應該 就有聽說是有一個人失戀 那心情不好 然後這邊在玩 一個拉 兩三個人又跑過來 大家這樣再拉拉拉去 這樣就把他扯壞掉了 那區域外聊裡社區籃球場 平常使用綠高 常常聚集不少民眾運動 不過就在中秋連假期間 這群年輕人不好好打球 卻大搞破壞 這樣的破壞行徑 也讓其他人不能打球 球場被迫封閉一周 籃框損壞的話 壞掉的話 然後四五千 四五千塊 大概五千 大概五千 我們是歡迎小朋友 來這邊打籃球 但是我們 真的是很 很討厭 很不希望 來這邊 拉籃網 籃框 造成這樣一個損害 造成一個損害 其他的人要來玩 這樣的話 造成他們也是一個不公平 然後也造成說區公所 還有我們禮辦公處 在維護方面 每次都要編一筆金會 找一筆金會來 買籃網還有籃框 是真的很大的一個困擾 當地里長相當無奈 每次都要找經費 再來修籃框 里長很歡迎大家來打球 但請正常使用 不要再大搞破壞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